美國華府智庫馬英九說 他們要寫一個說 這個是標題我把它完全 copy 馬英九遞照三十年來台灣痛苦指數新高紀錄 這是某一個見證教授 所以教授也出來 專家學者分析 所有的人都在打擊這個政府 這個政府給我們帶來非常大的痛苦 然後呢就在今年 今年發布續年的數據 全國你們看這個標題 全國痛苦指數排名88 四月日高 台灣人民很痛苦 台灣好可憐 新聞從業以後拿到消息 就把它拖在我們的新聞上 拖在網路上 告訴全國人民 這個政府讓我們一天那麼痛苦 然後呢 他就做了這樣子的一個中英報道 靈略全球最痛苦的國家 所以痛苦指數是什麼 總體經濟指標 通過強盪力加上十一個角度 有多少人對這一句話的力量了解 各位來看 到了兩個月前 去瞭解痛苦指數的概念 你有沒有發現 對台灣人而言 絕對是騙子不少 高虛雲教授曾在 對大學生的演講說 痛苦指數是痛苦加上 痛苦加上十月 得到的結論是 台灣人真是有福氣 因為台灣的痛苦指數 世界第二兵 也就是說台灣是世界上 第二幸福的國家 各位 有多少人老老實實告訴我們 原來的新聞報道是什麼 你可以跟各位說 你如果去查 全世界一百八十幾個國家 美國的這個研究機構 他把 經濟發達的國家拿來做評比 也就是說一百八十幾個國家 他只拿了九十個 還是九十一個國家來做評比 後面還有一百 將近一百個國家 是沒有資格去評比 所以在這個 九十還是九十一個國家當中 台灣得到的數據是88 因此在罵了一堆人罵了以後 高薰林教授說 如果你知道那個數據的意義是台灣 這很幸福福大 所以你們就看到我們的媒體在報什麼 可是他一說了以後 你們就會知道 你要講什麼話都有人講 所以他就說 痛苦指述 只是當時一位美國學者的看法 不見得適用現在的題 已經支持我們 也就是說當有人說出真相的時候 這個真相是很重要的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到我們現在的 所謂新聞媒體 我們要相信什麼 所以學生動亂 所以人民都非常不高興 我常常講一句話 大家希望台灣好 所以外國人講如果是對我們不利的 大家就把他放大 對我們好的就把他壓縮 對我們好的說法都是假的 所以怎麼樣去做判斷 各位又回到一件很根本的問題 我們有多少知識的背景去瞭解 新聞上所講到的現象 特別是專業的知識 所以現在的年輕人 或者現在的工作的時候 面臨到一個非常大的課題 怎麼樣做一個正確的資訊 我們的學校教育團 還不教這個東西 這些資訊怎麼辦 現在的社會跟過去的社會不一樣 我們現在在談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 跟孔子在描述過去的社會 完全不同 社會怎麼可能 我們需要什麼東西 怎麼樣才能夠讓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下課 我們自己心安 讓這個社會被發揮 這變成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 可是現在這樣子建立在一個 西方建立起來 絕對精確精準的 控制物質的世界 我們曾經講過 真的走向平面的文字 怎麼講 剛剛我們聊天的時候曾經聊過 各位也就給教導 西方式式系統在過去的五百年 發展了理性主義 理性主義發展了近代的科學 近代的科學促進了工業 他整個回顧起來就是任務 越來越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我們懂得開始思考 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仙人 也不知道在幹嘛 蒙昧愚昧 所以我們現在呢 知道怎麼樣去操控這個自然界 我們也很樂意的去操控這個自然界 可是現在經過了三百年的工業發展 八十萬年的二氧化碳濃度 各位可以看到 過去的濃度是這樣 怎麼會知道 因為南群太冷 沒有人被去 所以科學家就知道 哦 那每一年下雪 融在雪裡面的病 就被封存在那個雪裡面 所以他們就去南群去鑽 剛剛沒有我們汙染的病 那病都已經 就是臨下非常低的溫度 挖了以後去 一層一層的去減吸 它二氧化碳濃度 所以我們可以從那個冰柱 可以看到二氧化碳 在過去八十萬年 一直到現在呢 各位可以看到 本來是兩百五左右 一下子跑得四百 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 這一段就是這一段 工業革命大概在這個地方開始 各位可以看到 工業革命以後 二氧化碳就是這樣 在兩個禮拜前 就負責偵測高水融化 收出又更高 二氧化碳的濃度數字又更高 這什麼意思呢 地球所感受不到的二氧化碳濃度 是過去八十萬年感受不到的嗎 我剛剛跟幾位朋友聊天 我說我們過去我們都是學化學 我們最怕一種現象 我們在做化學反應 在做化學合成的時候 有一個現象 可以跟各位講 非常可怕 我們如果 什麼家裡面的 複製你給它洗乾淨 大概有很多人 我們愛乾淨洗乾淨 裝個水 你把它放到爐子上 用大火煮 各位都有經驗 它到了一百度 它就開始滾 對不對 它就開始弄 可是呢 化學家 它有那種經驗很可怕 你如果不要用大火煮 用小火煮 然後呢 你如果在那個 蒸餾器裡面給它放一個溫度計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 慢慢給它加熱加熱加熱 到了一百度的時候 它不會滾 它不滾 好像溫水煮青蛙油 再繼續加熱 它都會一直上升 它一直上升 它就是不滾 這個時候 如果你們有學生 他過敏救了 奇怪 他走了很久 我們都不開了 他把它蓋子 一拿 一搖動 他就要住醫院 因為他是突然爆發 這個叫超熱的行動 笨化 所以一定是全身燙燙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化學系的學生在煮東西 第一件事情要學的是 要用玻璃棒 因為我們不希望污染 玻璃棒先洗乾淨 然後擦乾 擦乾了以後 然後去用火加熱 加熱以後慢慢攪 攪成一個一個我們叫做 Walming Tree 叫做沸屍 所以在做化學感應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要低幾塊沸屍 要保證它會會滾 因為沸屍中間有小的氣體 溫度下去 因為液體不沸騰 但是裡面的空氣會膨脹 膨脹以後它一走 它就帶動那個氣體 該沸騰的時候就會滾 叫做沸屍 你如果去查資料 你就發現油 你們就知道要怎麼做 油裡面要加石頭 滴水不過是一百度 油各位都知道 油要搞到滴水 那是兩三百度 你不加石頭 然後你慢慢煮不小心 它奔發的社會是怎麼樣 我們就回去 台灣 絕大多數的人現在 會認為說 二氧化碳公園有什麼關係 但是你如果看到這個 你會開始說 你被洗大概都快洗了 二氧化碳這樣下去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地球是不是 會不會逆轉 西雷 京都一定數每個都不簽 現在奧巴馬說 OK我們願意來討論 有用嗎 有用嗎 台灣有另外一群環境團體 我太太去參與 庫數 在我來看 用心苦 用心良好 我們一點都沒有用 沒有人去想過一個問題 工業發展 產生的問題是什麼 沒有人注意去想 一個很簡單 做工程生產的人就知道 我們燒一個杯子出來 要不要燒炭 要不要燒火 所以一個杯子出來代表 它燒掉多少東西 用二氧化碳來換 對不對 那麼過去工業不好的時候 產生一個這個杯子 可能我們消耗的二氧化碳 我隨便講數字 不是精確 如果出說是100 我們現在科學家 驕傲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呢 進步了 以前做一個杯子 消耗能量 我們現在呢 100 我們現在因為 知識的精良改進 只要70 所以我們的綠能 這個叫綠色的70 很多科學家 很多學者 政治學家 就說 對啊 我們要引進新技術 降低這個 全世界最大的問題 不是這個耶 很多人沒有了解 當歐洲 美國的科學家 製造出非常多 Fencing 非常令人覺得 響望的物質 我們要的時候 比如說 汽車 製造出一部汽車 發了那麼多的能量以後 過去在100年前 全世界 100年前全世界的人口 可能才31 有多少人用得起汽車 這是高檔後 這是高檔後 經過了這麼多年以後 所有的國家都向這些西方國家看齊 我也要車 在台灣幾乎每一部 加到每一部車 各位你再想想看 100年前的汽車 全世界搞不好不到1000萬人有 經過了100年人口變成70億 全世界有 將近二三十億的人在開汽車 你說我的耗能進步了減少 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十 可是 產生多少戶車子 那個數量還是可怕 你減少 就算你減少一半吧 可是使用的人增加多少倍 為什麼 為什麼